Leo聊事記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哥的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爭霸的通道比賽 這場也是天梯的 帝國爭霸模式是一開始封建時代28春 而且這次是海圖的關係 所以有開局就送碼頭 而且還附贈了四艘漁船 所以開局選個日本或達陸體圖 前期捕魚優勢會非常巨大 那瑪雅人這個文明 他有15%的資源採集的延長時間 所以不管你是吃這個魚群 或是石頭跟黃金 都有採比較久 還有肉也是 所以瑪雅人前期可以省下 比較多的基本資源去擴展自己的經濟出來 那Hera這邊選的瑪雅人 他的打法海戰可能不是他的首選 前期一樣可以打海戰 就是到了帝王時代 可能海戰部分會越來越劣勢 所以這張圖呢 最終可能還是要打到陸戰去 所以這張圖要怎麼打登陸戰 就是這場觀看的重點 登陸戰非常重要 那哥德這個文明其實也是 打海戰的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所以兩邊都是想要打一個登陸戰 才會比較適合 那哥德跟瑪雅在以前來說 就是一個死對頭文明 瑪雅人的羽毛劍射手 對步兵有加2點傷害 所以打哥德衛隊數量多的話還是能打 那哥德的哥德衛隊呢 打工兵是非常多的傷害的 那瑪雅人呢 則是工兵有折扣減免 那哥德則是步兵有折扣減免 所以整體來說 兩邊都有反射對方方法 欸這哥 怎麼開局送一隻僧侶啊 我現在才發現啊 OK開局送僧侶 結果被點掉了 那這位哥德的玩家 我不太熟 那看起來是COPY戰隊的 COMBE ABBI才對 不是B 那這個戰隊也是西里國大戰隊 這也是巴西戰隊嗎 有點忘記了 這季比較少看其他國家隊的戰隊喔 我還是比較關注 這個中國戰隊喔 還有我們的台灣戰隊 還有或是GYL戰隊喔 現在AN戰隊也解散了 所以現在能跟GYL打的戰隊喔 可能也不多了 回到比賽中 我們看到HERA這裡是選擇了 五艘戰艦 那這邊哥德也是五艘 那這邊點下一集射囉 看到瑪雅跟哥德都點下一集射 因為點下一集射之後 戰艦的射程跟傷害都會提升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瑪雅人呢 這邊是經濟喔 會稍微稍微好一點點 是稍微好一點點 那哥德這邊主要的經濟優勢喔 是這邊踩落 這些野位的時候可以踩得再更久一點點 好這邊繼續拉近 繼續對射 這邊岸邊的村民有點緊張囉 越來越離岸邊太靠近了 但是HERA應該是不會去點村民喔 因為如果你點村民的話 很有可能正面的海戰就會打輸了 所以前期的海戰喔 就算岸邊有村民喔 也盡量不要去點喔 除非你的海戰已經確認打輸了 那可以稍微去點一下 後下村民 挽回一下經濟喔 那是可以考慮的 那以正常兩邊五五開的情況下 盡可能不要去點其他什麼漁船啊之類的 也可能一點之後 本來能打贏的邊打輸的喔 那就很尷尬了 好那HERA這邊有戰艦上的數量優勢 哥德這邊的操作有點尷尬 欸這裡戰船已經落後了 漁船還在前方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情況 要確保自己有絕對優勢的時候 才可以點漁船喔 OK那這邊已經打輸了 那哥德這邊只能節節潰敗 撤回劍塔下吧 這裡沒得打了 好這裡又一艘繞山 欸HERA有看到嗎 應該有 哇又是一艘 哥德這邊升到了城堡之代 兩邊都升級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會怎麼打 好 空間時代是由HERA的戰艦數量獲得優勢喔 那家裡的經濟狀況喔 是來到了12個人挖金喔 還蠻多的 好 這邊有少量戰艦去偷掉了HERA的一艘漁船 兩邊的漁船都變成三艘 但HERA這時候開始在補漁船喔 日記有戰艦的數量優勢 開始想要補一些經濟起來 最近呢拿下這個中間的漁舌喔 至於大家成 好 那HERA一升到城堡之代 點一下奴炮戰艦攻二級射 二級射有優先點 哇 每次看這個南美文明的戰艦喔 這個三角反艦喔 看起來就特別大 比一般的奴炮戰艦還要更大的感覺 好 這邊先拆掉第一個碼頭 好 應該每一碗3TC 先拆下去再說 3TC還是很重要 畢竟這是隔海打架 隔了一個海峽喔 這個登陸喔 跟進攻的都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裡要直接手撕箭塔 想要把最後的防線給處理掉 好 秒殺了這個火彈蟬 哥德看來是要放棄打海了 好 先點下了二級伐木 輪軸技術 待會要補一下二級農田了 畢竟已經棄海了 這個農田可以早點升級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木頭有點缺喔 所以暫時應該不會去點這個二級農 如果能點的話 經濟加成就會很好 那這邊要不要考慮點一下呢 資源有點夠喔 好 Era這邊是打贏了海戰 開始沿岸封鎖了 那待會重頭戲喔 就是我們開頭講到的這個登陸戰 到底哪一邊會先登陸呢 這邊這張地圖打起來比較像是島嶼地圖 只是這個是不能繞背的這個島嶼地圖而已 所以前期兩邊應該需要爭奪前期的魚類資源 那後期哥德人這裡還是要思考 怎麼要登陸呢 因為自己沒有海戰有史 要把兵偷運過去很困難 不然就是這個時期喔 就要把一些村民喔 偷偷運到這個岸邊喔 但是Era這邊的細節有做得很好耶 看到這個戰船一直在那邊巡弱 所以她的機會可能也不多 哥德這邊是專心爆金機 Era這邊延安騷擾 打得很開心 帝王時代也不下了 進入帝王時代才是重頭戲了 Era準備要登島嶼了 放了一隻僧侶到了這個運輸船裡面 難道是要先撿生物嗎 OK 先撿生物 然後中間的聖物喔 都是... 都是很多個喔 總共有6個 這6個聖物可以拿回來的話 對於後期的加成非常幫助 但是這個手術消耗非常快 只能一艘一艘載生鋁去撿人 然後再載回來 這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 又拿了一隻生鋁 放進去 然後再把這個生鋁再放進去 再載走 一次只能載一個地方 好 易用時代兩邊還有30秒 那... 割的則是還有2分鐘 手推車也補下了 那手推車補下之後 可以看一下右邊 這裡有大動作喔 蓋寶 但是這個寶是可以在奴炮戰團射成嶺 HERA有看到嗎 HERA這邊很專心的在控制的生鋁 這時候才看到 但是城堡已經快要蓋好了 選擇拉走 跟他應戰 好 城堡蓋好 現在這邊有碼頭 就可以蓋下去了 有城堡的保護 稍微能擋一下 好 結果HERA這邊也登島 兩邊都選擇了一個登島戰術 沒有 只有HERA這邊選擇登島戰術 哥德這裡要重新拿回海戰了 那還好哥德人這邊也有三級射 有這個重新火噴船 戰船 來看一下這裡瑪雅人 化學點下三級射 應該還是要轉個羽毛劍射手 可能直接插兩根寶 先穩定一下羽毛劍射手數量 巨型投死機 待會也可以馬上按喔 好 這裡是選擇先按羽毛劍射手 城堡直接往內部插進 好 這邊按了一台巨型投死機 先來拆到這個城堡 比較有危險性 好 城堡直接插在這裡面 幹 太狠了 直接插在你家黃金跟農田中間 這個是哥德 抱歉 看錯看錯 我以為是HERA 我想說你怎麼都很 直接插這個位置 OK 哥德這邊直接原地起了一根劍 這個城堡 巨型投死機要趕快按了 不能再按羽毛劍射手囉 好 那HERA這邊 後面再補了一根寶 直接蓋兩根寶 就好了 因為他的村民術 並沒有這個蓋寶的數量優勢 所以我剛剛想說他原地起兩根寶 趕快蓋巨型投死機 跟羽毛劍射手 趕快量產起來 穩住這個在敵軍的 岸邊的勢力喔 會比較好 畢竟你在人家本土上 沒有這個村民的 建造的速度優勢 越往內陸走 優勢就越越差喔 好 這邊稍微產了一些火戰船 開始反擊回去 但是火戰船的優勢 並不是這麼的明顯喔 最近奴炮戰船 可以一次集火火戰船 所以這邊還是要先 拖一千戰盡喔 在這個碼頭裡面 待會再放出來 好 巨型投死機 現在有一個哥德衛隊 在保護當中 開始點下了步兵鎧甲 好 順利拆除一個城堡 瑪雅這邊可以轉出 劍兵勇士喔 進行各位的反擊喔 所以 Hera這邊應該要趕快思考 送反擊回去 那打劍兵勇士 或是羽毛劍射手 都是打哥德衛隊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選項 好 像他這個城堡 要不要拉多一點 村民修一下 這裡不修不行 快修快修 趕快拉巨型投死機過來 一起砸下對方的巨型投死機 打出數量優勢 自己就會有機會 可以手下這個岸邊喔 海戰的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繼續打 因為他要邊打這個岸邊 又要邊打巨型投死機的量產 對Hera來說是非常困難 好 Hera這邊決定不轉劍勇 而是直接鬼轉老鷹 太狠 直接老鷹開飛 老鷹的話 是打不太贏哥德衛隊的 哥德衛隊打老鷹 聽起來是老鷹 會稍微劣勢的 但是如果點下黃金國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 OK 哥德能打 羽毛劍射手 哥德跟老鷹的話 應該是哥德衛隊稍微有點優勢 但如果以單純褲打的話 老鷹的話可能會更厲害一點 老鷹這邊是 黃金國沒有研發好 所以現在哥德衛隊還是能打一 但是 哥德已經轉出了火槍 所以有火槍打老鷹也是輕輕鬆鬆 本來想要直接衝鋒拆巨頭 但是直接被火槍給逼退了 這裡果然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登陸戰 登陸戰正是這張地圖最難打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不像一般的島嶼地圖 你後面還可以繞幹 或是用這個戰劍包裕整個島 然後出太多戰劍的話 就會佔人口 那以佔人口的話 你陸地登陸的軍事 往往會比對手還要更難打一些 這也是帝國爭霸中的通道地圖 最難打的一個細節 那我們看到這邊哥德衛隊上前 想要打可是完全打不贏 因為老鷹很容易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 好 稍微早想一下 哥德衛隊攀電回去 好 這些村民想往上走 但是沒有地方可以逃 哥德衛隊趕快反擊 完蛋了 老鷹沒有黃金果 那就打不贏哥德衛隊了 只有60滴血的瑪雅老鷹 現在有點滑稽啊 好 正面的均勻全部被拆除了 哥德人現在又守住了 但這波老鷹還是可以騷擾到一些村民城市 好 再離村鄉補下了黃金果 然後三級弓 也補下了 好 那第二次登陸戰 該怎麼打呢 那Hera這邊可能要趕快先把中間的這些聖物拿起來了 這樣可能會進入一個 非常大後期 那黃金是非常需要的 聖物的部分 可能還要再去重新撿一下 好 接火槍 好 炒單船 稍微反擊 老鷹還在飛 提升到了100滴血 那哥德衛隊的優點是近戰傷害很高 但是現在哥德還沒有點精銳 60滴血 所以暫時用這個黃金果是一定能打零的 但現在這個老鷹的目標 並不是要跟對方的主力部隊交戰了 是要趕快去騷擾 像這種地區啊 很多村民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並沒有辦法 還有人並不知道哪邊有更多的村民 遛一下對方哥德會對 來迎戰自己的火 奴炮戰船 好 哥德看起來沒有那麼容易被秒殺 那接下來哥德就緩擊了機會了 好 那現在資源調配 可能還是要打海戰為主 現在又退回去本土了 自家的情況 可能還是要先穩住海戰 讓有機會登島 麻雅打登島這次也不太好打 除非你自己有些大土的羽毛劍射手 在家裡 再去上島的話可能會更好 喔 這邊有在提升羽毛劍射手 OK 這邊看來是有這個想法 直接在本土建造比利 海運過去 也是一個比較好 能建立殖民地 或是基地的一個辦法 好 這裡這根村寶應該是要蓋好了 好 哥德的海戰是選擇了 繼續使用這種型火戰船 喔 數量有點多了 24艘 遇到這種大量的戰艦時候 散散散火戰船的話 數量至少要跟對方持平 持平的話 就很容易打出優勢來了 好 這部老鷹還在家裡繞 這次抓到了很多村民 哥德開始有點被騷擾到有點不厭其煩 還是要轉一些肉碼呢 哥德是有大肉碼的文明喔 好 正面直接往上貼 持平的數量一定能打贏 哥德也很明顯知道 這個優勢 火戰船雖然沒有射程優勢 但是我跟你持平的話 一直往前A我就不會輸 但是HERA自命開始補戰劍 那數量就不是持平了 35艘 對上個26艘 開始往後拉 那這樣看起來HERA還是稍微有點優勢囉 後面還有一毛巾射手 開始在量船 好 趕快轉出爆破船 火戰船最怕的就是這個爆破船了 爆破船多安一點 再炸個一下 哇 爆破船最後還是炸到了非常多的火戰船 火戰船直接全部爆開 哥德的劍狀 果然還是轉這個自爆船了 我們趕快轉出重型奴炮戰船 那現在重型奴炮戰船 價格還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數量海量起來還是能打 而且哥德也有三級射 那奴炮戰船其實也不太吃虧 這邊生物偷撿了一下 HERA現在擁有的生物是4生物 有了兩個生物給哥德人撿 海戰有希望了嗎 現在島上的老鷹終於解決掉了 好 自爆船 哥德雷也在升級當中 海戰的大後期 自爆船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只要誰能炸到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逆轉翻盤 所以亞美亞人在這種海戰情況下 是優勢非常巨大的 他的這個爆炸範圍更廣 當然中國海戰 這個在海戰優勢也是這個自爆船 量更多一點 更容易炸得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自爆船 操作如何 剛好趁著對方在移動之中 貼到了這裡面 哥德人的戰艦直接被長驅直入 自爆船直接炸個舒服 哇 還好中間有稍微散開一點點 但是所有的戰艦還是進入了殘血狀況 大海戰時代 這裡有散四艘 弩炮戰船 這裡有四十二艘 兩邊的戰船數量是差不多 這邊這裡還有六艘火戰船 好 但是 哥德沒有打算要補自爆船嗎 喔 有開始在補了 Kera這邊自爆船要繼續補 兩邊的戰船數量差不多的情況下 關鍵就是自爆船了 哇 又炸了一下 又損失了十幾艘戰船 看起來 Hera這戰船優勢還是比較巨大一點 兩邊的海戰最終入死誰手 Hera的支援量已經來到三千多的資源 黃金庫存快有六百多 自爆船開始出來 但是一過來就被Hera給殲滅掉 自爆船再炸個一波 又炸到了一些傷害 這一次自爆船長驅直路 到了正中心炸了一波 哇 哥德人的戰船只剩下十幾艘 開始又補到了十幾艘了 Hera這邊再補下更多的戰船 開始要直接打一個正面角面 戰船的動作 但哥德人這裡還沒有放棄 他的黃金還有一千多 楊岸城堡都已經蓋好了 暫時沒有被登入的問題 但感覺兩邊是想要海戰一條線打到底了 OK 兩邊稍微交戰之後 稍微退避一下 Hera這邊是選擇把羽毛劍射手刪除掉了嗎 哇 自滴羽毛劍射手轉出奴炮戰船 剛才知道本來想要打登島 登陸戰喔 結果發現好像不太能打 好 結果換哥德這邊有一波想要登陸的樣子喔 這波登陸戰是好賭行為阿 好 這裡開始登陸 要帶火槍上去嗎 好 帶一些 剩整大概二十個人而已 我們等下一波 好 兩邊稍微休戰 好 兩邊稍微休戰 Hera這邊點下了山龍 跟建造速度提升 水車魔防 好 這裡想要登陸 但是看到城堡選擇放棄 只能在這個中間海灘登陸了 這裡是什麼 諾曼蒂登陸嗎 非常慘烈阿 好 看一下這把登陸戰 上去了 上去了 開始蓋建築物 哥德可是有四氣灌入 東火應該是叫緊噴喔 四氣灌入 緊噴 點下 OK 那待會就可以爆出大量的哥德衛隊 在島上四五忌憚的進攻了 那Hera這邊趕快入戰 趕快斬羽毛劍射手 才有可能擋得住 這裡Hera的海戰應該是能打得贏 但是這些海上戰艦 控了五十個人口 這五十個人口不刪除嗎 還是要趕快 結果島上 直接回來 上島 然後架起來嗎 不要吧 趕快拉這些奴套戰場 回來這邊 岸邊防守 Hera這邊 必妙打算馬上回去防守 OK 這邊已經開始在噴了 哥德的井噴威力非常猛 海戰這裡找個機會 從後面進攻 Hera這邊不趕快把所有戰隊 拉到岸邊 解除這些軍營的話就危險了 巨型頭時機 趕快在這個岸邊 再重新放下來 趕快拆 快 五號戰船在這裡防守 巨頭架起來 家裡越來越多 哥德的威隊直接反撲 這波Hera 入戰的單位並不是非常多 所以哥德的威隊 還是站上了上風 Hera這邊有海戰優勢 五號戰船多一點 還是能守住 應該吧 哇 哥德的威隊直接秒殺羽毛劍射手 Hera這邊羽毛劍射手 史上有點多 哥德的威隊這一波的反擊 登陸戰非常漂亮 難道Hera會被即時翻盤嗎 巨型頭時機的數量 剩下兩台 再頭一發 來不及 最後只剩下一個軍營 但還好 哥德這邊登陸的村民 已經死光了 剩下一個軍營可以產出哥德威隊 這一波哥德的人打得非常漂亮 Hera把最後的軍營給解除掉 應該最後的威脅就沒了 後方這些戰船沒有趁虛的路 才看到這邊有大量的自爆船 所以不敢上去 但哥德的資源也所剩無幾了 剩下170塊黃金 早上的最後的軍營也快要結束 上方又拆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裡稍微反擊 哥德威隊開始不行了 羽毛劍射手 這樣成型起來 哥德的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這一波哥德的反撲打得很精彩 雖然還是因為最後沒了黃金 登陸戰最後的軍營也沒有了 如果一直能往內陸蓋的話 可能結果就不同了 但是Hera這邊 舍命用羽毛劍射手 瘋狂點掉了哥德人的村民 才可以讓這一場的入侵之戰 給守住下來 不然哥德威隊真的量產起來的話 那真的不得了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打 好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資源的部分 資源部分是由 蠻雅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食物的話稍微速了一點 黃金大概贏了3000左右 黃金生物產出 大概快要3000黃金了 差不多是這個資源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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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